韩美帽拉开了装满套套的抽屉 心中揣摩着带一个好还是带两个好 突然他灵机一动 决定一个都不带 万一真的不安全了 不是正好更能把金真勋给套住吗 于是在出发前 他决定先洗白白 他尽责地清洗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完事后还不忘腿毛的不雅 于是贴上脱毛贴 接着也顾不上痛 一把拔掉 只让自己的腿变得无瑕才满意 然后把牙刷的彻底 舌头上的台白也不放过 直到自己变成出水芙蓉 只要男人看上一眼就不会眨眼的内衣 然后对着镜子 觉得浑身上下没哪里不妥 才满意地戴上金真勋两年前 送的价值三千万的项链 最令人兴奋的是 经历两年洗礼的情侣关系 马上就要画上句号 因为就在刚刚 他安排在金真勋身边的线人 给他报了喜 说金真勋已经把整个主题餐厅包了下来 准备晚上正式向他求婚 马上就要嫁入豪门 从此走上人生的巅峰 让他忘形地开着法拉利出发了 就在此时 电话响起 正是自己的心爱打来的 他得意地告诉心爱不要着急 他几分钟就能到 可万万没想到 对方却是慌张地请求 千万不要过来 而韩美貌则天真的认为 对方是因为还没准备好而慌张 于是他打打地安慰对方 说他可以什么都不要 只要一个戒指就够了 甚至没戒指也行 人属于他就行了 没想到金真勋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也会发过来一条 内容为分手吧的短信 只让韩美貌蒙圈了 他马上惊恶地回播 没想到 对方一再强调是认真的 这时韩美貌忍不住吼骂对方 怎么能凭一条短信 就了断两年的恋情 但对方反而再次把电话给挂了 韩美貌歇斯底里地吼叫 他一边嚎哭 一边把祖宗十八代所有的脏话 都骂了个遍 一哭二闹三上吊 第一招不奏效 他决定使用第二招 而另外一边 金真勋一手捧着大玫瑰 一手拿着价值上意的钻戒 单膝下跪 向着另外一个女人求婚 在摆满了玫瑰的主题餐厅里 金真勋滔滔不绝地展开了攻势 正当这对鸳鸯慢慢入戏之时 韩美貌怒气冲冲地赶到 他抓起一把酱 就往金真勋脸上抹 这突发起来的变故 瞬间让所有人都压马呆住了 紧接着 让韩美貌费都要欺诈的是 他马上发现 原来金真勋所准备的一切 竟然是为了这个女人 而这女人 就是与她有过恩怨的闺蜜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一场配偶权的争夺 眼看就要一触即发 旁人都于心不忍 往下看 还好 韩美貌只是抓起餐桌上的擦手巾 揉成一团砸向金真勋 然后就扬长而去了 就这样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前面两招都用完了 韩美貌欺然地来到海边 终于她熬不过自尊 解下价值三千万的项链 只用海里 可没到下一秒 她立刻后悔了 毕竟她打工一辈子 也未必能赚上三千万 于是她就往海里跑 然而这一切 刚好被附近的一个男人看在眼里 此时宋秀赫赶紧扑向海里 要英雄救美 不料没等她游到韩美貌的身边 自己就先喝饱了 韩美貌大海捞针 失望之余 骤然回首游过去 把宋秀赫救了上岸 口吐仙气 反把宋秀赫给救了 韩美貌一个凌空飞产 这种绝招 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曾用过 马上她的臭脚丫 直贴巨色雅的樱桃小嘴 紧接着 他们谁也顾不上青春育女的形象了 生怕落后半拍 迫不及待地频频出招 非要在大众的见证之下 举个胜负 而旁边的天使们 半天才反应过来 要做一下和事佬 可所有的一切都被狗仔队及时拍下 为何两位美女要如此地大动干戈呢 原来就在刚刚的表演过程中 他俩为了谁争更出彩 就在明镇暗斗了 表演结束退场的时候 巨色雅自持 是公司的大姐大 故意踩了韩美貌一脚 没想到 却把韩美貌有仇必报的个性给激发了 于是就上演了《玉女大战之事》 紧接着 此事当天 就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随后铺天盖地的舆论之事 摧枯拉朽的直让天使集团散火 散火之后的韩美貌也自强不息 成立了自己的婚介公司 不久就被为高富帅看上 柏拉图式地谈了两年 眼看就要嫁入豪门 从此走向人生巅峰 却不料硬生生地 又被自己的死对头横刀毒爱 失去爱情的他 他们竟然是面对面的邻居 尴尬的宋秀赫 为了报答韩美貌的救命之恩 不但做了份流行全韩的泡菜汤 与其共享 还陪他喝酒 急砍大山 他们聊到深处 竟然发现 彼此是二十多年没蒙面的小学同学 并且还是冤家 这可一旦激起千层浪 原来在小学的时候 他们曾表演过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就在罗密欧要给朱丽叶 献上一吻的关键时刻 扮演罗密欧的宋秀赫 却因肠胃不是跑去吐了 从此就给扮演朱丽叶的韩美貌 留下了笑话 同学们都嘲笑 她是因为丑 而让宋秀赫下不了嘴 在一次足球比赛的观摩上 韩美貌又受到了同伴们的热讽 她越想越气 猛然跑过去 一个仙女下凡 落在宋秀赫面前 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扯下了宋秀赫的裤子 要让宋秀赫的小辣椒暴晒三天 这给宋秀赫留下了 巨大的童年阴影 从此但凡出门 她的注意力都要在小辣椒上 此时宋秀赫不停地数落 韩美貌之狠 韩美貌则梨花带雨地告诉她 这比起被抛弃 根本就不算什么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只让宋秀赫觉得干燥无比 于是她送上了 迟来二十多年的生命痔疮之醇 酒汗逢干雨的韩美貌 瞬间亚麻呆住了 韩美貌一觉醒来 发现地上散满了一地的小玩意 只让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因为昨天晚上 宋秀赫在她家里喝酒 至于喝嗨了之后做了啥事 她已经记不清楚了 要命的是 万一昨晚真有那时出了人命怎么办呢 于是她赶紧把宋秀赫找来质问 没想到宋秀赫比她还猛逼 她惊奇地拿起小玩意反问韩美貌 韩美貌听到如此地回答 瞬间亚麻呆住了 但马上她又肯定地说 不会发生那种事的 因为她向来不会穿着奶牛睡衣 温馨消魂的 可宋秀赫却说 常常晚上她想到花花的奶牛 就会情不自禁自己动手的 这一下可把韩美貌给吓疯了 此话只让她无力的一屁股 坐在了沙发上 就在此时 事情迎来了转机 宋秀赫仿佛清醒了点 她说他们醒来的时候 是在各自的床上的 这点也得到了韩美貌的肯定 这能证明 昨晚他们之间没发生什么事 可马上韩美貌的电话响起 竟然是闺蜜打来祝贺她结婚的电话 她惊愕地看着手上的戒指 似乎慢慢想起了某些事 与此同时 宋秀赫的手机也收到了一条彩信 竟然是她与韩美貌 Honey的照片 她马上回播过去 问朋友具体是什么回事 得到的答复是祝贺她结婚了 老婆正是她的邻居 天哪 他们认识也就一天就结婚了 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面对如此魔幻的情况 两人瞬间吓出了农家肥 等两人稍稍平静下来 韩美貌马上想到 就是离婚自己也要亏死 因为档案上的记录会损坏她的人气 如果能撤销 这个登记来她还是个处的 于是她赶紧打政府热线咨询 得到的答复是要满足三个条件才能撤销 结果三个条件他们都不符合 聪明的韩美貌立马想到一个馊主意 就是让宋秀赫作弊 交代自己曾经有过性犯罪 这样就能达到一方有隐瞒的条件了 这个馊主意立马把宋秀赫给欺诈了 他们想着喝醉酒政府也得办理结婚 于是怒气冲冲的来到民政局要讨个说法 好像政府给他们灌了三千多金的冤屈 指着大韩民国九级公务员的鼻子就骂 九级公务员也非常生气 昨天死活要结婚的是你们 今天死活要撤销婚姻登记的还是你们 你以为民政局是你们家开的吗 读那么多书 老师没告诉过你 结婚不能像小孩蓝尼莎那么随意的吗 训斥了他们一顿之后 然后就告诉了他们真相 原来昨天看他们醉醺醺的样子 工作人员并没有受理他们的婚姻登记 而是说服了他们酒醒后过几天再来办理 这时他们才如梦初醒 虚惊一场 他们心中的那块石头才缓缓地放了下来 韩美貌神色慌张 一转身抱个陌生的男人就往一边走 并声称自己的身体有点不舒服 那后面又拒绝了男人的热心相助 然后躲在一旁远远的偷窥 你相信吗 这位如此漂亮的女人现年34岁 目前竟然单身 她曾谈过11次恋爱 结过一次婚 可是已经离婚了5年 就在刚刚 她见到了自己的前夫 尽管已经5年没见面 但见上的那一刻还是让她雌性激素飙升 她赶紧调整一下自我 要上前打个招呼 可走到半路 却发现前夫身边出现了个有容奶大的女人 那傲然的双峰值 让她感到自身的卑微 这打击可不小 直接影响到她上班的情绪 有个男人到她的婚介公司 要求介绍个丰满的 还是要天然的女人 不能有像是打开薯片包装后的那种空虚感 男人陶醉地描述着自己的理想 可没想到 本来韩美貌就有难以咽下的气 这下心底的愤怒 一下子就被激发了 一番话下来 都不知道谁是疯子 男人手插裤带潇洒地离开 这怎么做生意 闺蜜难免一顿埋怨 直接把她赶去跟前夫沟通 要摆平心事 再回来上班 想想也是 于是韩美貌把前夫约出来 要聊个彻底 本来韩美貌就一直怀疑 前夫是因为有了别的女人 然后嫌弃自己的卑微身材 才离她而去的 这五年来 她每每想起就是快心病 没想到丈夫还是那句话 说不是因为别的女人才离开她 而是因为总是她的不信任 才导致两人在一起不幸福 最后他们的争吵 把仅有的一丝美好回忆 积了个当然无存 韩美貌只好茫茫然地回家 没想到回到自己家的楼下 却听到一个噩耗 住在她隔壁的一个 崇尚单身自由的白富美 居然独自一个人在家吃炸鸡 给哽咽死了 早上还 跟她炫耀过自身的翘臀 弹指尖就阴阳两格 这种恐惧瞬间感染了她 本来就被敢孤单的她 害怕什么就来什么 睡至午夜 她突然感到一阵晕眩 死亡的恐惧 让她挣扎着 拨通了急救电话 还好被送到医院后 被告知是耳食症发作 并无大碍 这时 男医生看她衣着单薄 就送上了自己的白大褂 还亲自帮她扣上牛扣 这种人文关怀 瞬间击打着她的全身 还带来了撒拉黑的感觉 在大厅打点滴的时候 男医生又走过来 屈寒问暖的 韩美貌再也忍不住 她再次春心荡漾 她花痴般地盯着男人看 爽快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底话 男人瞬间猛逼了 爱情竟然是来得如此的简单 漂亮女人的主动头怀送抱 是否羡煞了天下的所有男人呢 这时韩美貌辗转难免 她在房间里坐立不安 朱大厂都会轻了 恨不得吞奋自尽 原来就在刚刚 一向自视美貌过人 自信满满的她 傻傻地直接向一位 第一次见面的医生 告白了撒拉黑 如果对方接受还好 可万万没想到 对方把她当成脑子不清醒的病人 哪怕她当场就能清楚地 说出医院的名字 地址 电话等 但在医生 那还是不能证明她是清醒的 简直 这个医生知道她是好友的女人 朋友期不可期嘛 她思来想去 觉得表白都表白了 但如果向巨海俊澄清 自己与她的好友 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说不定这爱情还是有希望 于是她找来好友宋秀赫 让她直接去跟医生巨海俊 说清楚她俩的关系 没想到宋秀赫告诉她 昨天去医院找她的时候 就已向巨海俊 交代清楚她俩的关系了 回到家她立刻把洗干净的白大褂拿出来 小心翼翼地挂好 然后喷上自己常用的香水 期盼着巨海俊有熟悉的那天 接着她把白大褂给巨海俊送回去 心里盘算着如何趁机再次发起攻势 但去到医院的门口 她又忐忑不安了 因为第一次告白的失败 让她有点自信心不足了 但她还是坚信男追女格作山 女追男格层杀的治理名言 于是来到巨海俊面前再次表达爱意 没想到巨海俊好像觉得 离三顾茅庐还差那么一点 再次以病人与医生是感激与被感激的关系 而拒绝了她 当喊美貌想再次证明自己是正常的时候 巨海俊却直白地说 她没特殊到能令她破坏兄弟之间的感情 最后还彰显了 她要避免大家陷入三角恋 而痛苦地顾全大局的伟大思想 就这样 如此美丽的姑娘只能尴尬地 再次转身欺然而去 实在令人动容 可没过几天 巨海俊居然来到喊美貌的婚姻介绍所 昔日的男神突然空降寒舍 只让喊美貌犯了帕金森 随后巨海俊就告诉了喊美貌来意 原来早在喊美貌还是天使集团成员的时候 巨海俊就暗恋她了 其实之前得到她的告白 都不知道开心的有多少天晚上没睡着了 而拒绝她 是因为对宋秀赫与她的关系持怀疑态度 现在经过两次与宋秀赫的深聊 已经确信 他们是普通关系了 喊美貌面对如此神来的话语 瞬间亚麻呆住了 要求巨海俊赶紧给她一巴掌 以证明是不是在做梦 而巨海俊则直接地把她拉进了自己滚烫的凶大机里 此时宋秀赫暴躁地时不时向空中挥舞着双腿 她一人坐在郊外独对星空 心中却波涛汹涌 满脑子都是那种镜头 接着想着想着就目露凶光 甚至在开车的时候都忽视所有的安全 一种非常懊恼的样子 原来两天前她的朋友巨海俊询问她跟喊美貌是什么关系 她一脸轻松地告诉巨海俊说 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由于巨海俊曾见证过她俩到民政局要求登记结婚 尽管后来没被受理 但她觉得两人的关系大概率是非同一般的 为了慎重起见 昨天巨海俊再次询问她到底跟喊美貌是什么关系 她还是一脸轻松地告诉巨海俊说真的是普通关系 当巨海俊再次强调她究竟对喊美貌有没有半点意思时 她一脸不屑地说 要不是小学的同学 也许她跟喊美貌连一般朋友都不是 随后很够意思的 巨海俊也明确告诉她自己要行动起来了 然后没隔几个小时 她居然亲眼看到 喊美貌与巨海俊激情的拥抱了在一起 心中瞬间五味沉杂 她脑子一片空白的呆了一回 觉得要棒打鸳鸯的话有点出格 然后就失魂落魄地转身离去了 但不管她怎么调整 喊美貌与巨海俊激情拥抱的情景 就是在脑中汇之不去 甚至白天在电梯中与喊美貌偶遇 见到喊美貌春风得意的样子 心中就涌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敌意 面对这种世出无名的攻击性语言 按喊美貌平时的性格 说明早一拳呼过去 但她想着宋秀赫也曾帮过她 向巨海俊解析过他们之间的普通关系 如今拥有甜蜜的爱情 她功不可没 于是心中泛起的一拳也就作罢了 但她作罢 宋秀赫可没完没了的 她居然应坐上喊美貌的车 以车坏的为由要喊美貌送她上班 喊美貌想着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就答应她 万万没想到在半路上 喊美貌越是春风满面 宋秀赫就越是看不顺眼 她竟然直接讽刺喊美貌 昨晚与巨海俊相拥的事 气得喊美貌差点要闯红灯 接下来免不了一顿唇舌交锋了 但很快 喊美貌居然呈现以柔克刚的姿态 用这个世界上最能刺痛男人的语言回怼 宋秀赫气得立刻下车 找个地方坐下来 喝着零下一百度的奶茶 只想要把自己给冻死 喊美貌想了三天三夜 终于想出了个招 她决定把巨海俊请到自己的家里来 她确信天下99.99%的男人会突破防线的 此时她身穿镂空战袍 已经把整个房间都点缀得极尽温馨浪漫了 然后一副势在必得的态势等候着 不久门铃就响了 她强压内心的狂喜 恶诺多姿地走过去开门 没想到开门一看 却是对面的邻居宋秀赫 这简直是一盘冰水直交头上 让她的笑容瞬间冻僵 原来宋秀赫早早就预感到 她今天会有动作的 但一直得不到确认 所以找借口让她开门 此时一看屋内的情况 就知道她要干嘛了 立马粗意在心头直喷三千尺 她甚至想进屋胡闹一番 却被韩美帽果断地赶走了 不久 真正的Honey上门了 迫不及待地进到屋内 紧接着 他们就一边看着浪漫剧 一边喝着葡萄美酒 首先是韩美帽发起进攻 她采用的是迂回挑逗术 毕竟是谈过十一次恋爱的情场高手 四目对视之下 他们的干燥感悄悄来临 正当快要进入主题之时 旁边的手机响起 原来是隔壁的吃醋哥 进行短信轰炸 巨海俊把手机丢在一旁布里 然后他们继续看着 激发那种荷尔蒙的片子 这回是巨海俊发起了进攻 正当女人期待之时 旁边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巨海俊拿起手机一看 岂有此理 还是隔壁的吃醋哥 进行的短信轰炸 这回巨海俊干脆把手机给关了 紧接着他们彼此对攻了起来 哎 天空不作美 这回是小狗狗不合时宜地 扯着巨海俊的裤子 这种场景 难道连小狗狗都吃醋的吗 韩美帽一脚把他撑开 巨海俊似乎察觉到了韩美帽的期待 于是他赶紧再次发起进攻 还是正当彼此就要进入状态之时 哎 天有不测之风云 这时门铃居然想了起来 他们本不想理 但是门铃就是想个不停 韩美帽只好走过去开门 没想到又是隔壁的吃醋哥捣乱 韩美帽心里狂怒 只想用粪糊他脸上 但无奈 为了在心爱的人面前 保持那么一点点的文雅 他硬是把熊熊的烈火强压下去 吃醋哥毫不客气地 以他们的韭菜不够多为由 捧了一盘炸鸡 就进屋里陪着他们 一边吃喝一边看搞笑片 被他这一搅拌 韩美帽精心策划的一场喜剧 瞬间变成了闹剧 他在心里只把他的祖宗 十八代骂了无数遍 却只有牵手 而他的唇上都要长青苔了 硬是没法突破三八线 相比之下 闺蜜与男人只认识不到一个星期 却就已经天天搅拌的热火朝天了 闺蜜提醒他 要么是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魅力 要么就是 聚海郡是个没有那种萌分泌的男人 曾是天使集团成员的他 如此快地失去魅力 那是不可能 原因应该就在聚海郡这边这样 怎么调查聚海郡的身体信息 马上成了他的心头之患 正当韩美帽彷徨失措之时 突然对面出现了的女生 他突然向韩美帽透露了惊人的消息 就是聚海郡的前妻 也是在同一家医院工作 这简直就是急事语 于是韩美帽就假装生病 三番四次地去骚扰聚海郡的前妻 聚海郡的前妻 也是块高智商高情商的料 他很快就察觉到了韩美帽的用意 于是就直白地告诉了韩美帽 其实聚海郡的荷尔蒙分泌是没问题的 只不过在情感上是属于相当被动型的 所以他们才离婚的 这个消息 犹如给韩美帽打了个兴奋剂 他心中的萨拉黑 马上又重新燃烧了起来 紧接着 他马上又去找闺蜜聊了 闺蜜细心地诊断之后 觉得还是有必要再继续努力一把 他想起自己的男朋友 曾用魔术玩起萨拉黑的火花 让他醉生梦死的 当晚就把他拿下了 这方法非常奏效 应该也同样适用于男生的身上 建议韩美帽用一下 韩美帽觉得也没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于是就接受了军事的意见 他找到一间相当浪漫的鸳鸯吧 跟巨海骏约好时间 为了充分准备 他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 信心满满的要给巨海骏一个大惊喜 正当他私存着 怎样极尽其事之时 桌面的电话响了 他一阵狂喜 没想到巨海骏却告诉他 医院突然有急诊 一时来不了 他立马一阵失落 但为了不让巨海骏难堪 反安慰巨海骏说 工作重要 晚点再联系也没关系 正当他放下电话极度失落之时 突然刷的一声 门帘被拉开了 一看又是对面的赤醋哥 韩美帽一顿惊恶 赤醋哥也是一顿的惊恶 都没想到会在这偶遇 赤醋哥则是个聪明人 他一看桌面的东西 及韩美帽的装扮 就明白了什么回事 于是他坐下来跟韩美帽说 可以让他来当耙子 先练练手 韩美帽觉得也好 于是他就行动起来了 真的很神奇 只让赤醋哥拍手赞叹 但下一秒 瞬间让他们惊恐万分 韩美帽的头上居然着火了 吃醋哥慌万之下 拿起桌面的酒杯 就泼 也不知道是有意的还是无意 却泼在了韩美帽的脸上 然后才拿起桌面柠檬茶壶 往韩美帽的头上浇 火是浇灭了 韩美帽却成了落汤鸡 此时 巨海俊一脸铁青地 看着前面的两个男女 拳头握得咯咯作响 这会爆发什么吗 下一秒 前面的男女一抬头 也惊愕地发现了他 此时 韩美帽旁边的宋秀赫 拾去地赶紧把手放下来 巨海俊又往前走了两步 六目对视之中 万籁寂静之下 只让人感觉要窒息 最后 韩美帽先打破沉默 接着韩美帽赶紧拿出手机一看 原来已经关机 可是为什么如此碰巧地关机呢 这无疑又给了巨海俊另一个疑问 他用敌意的目光 看了一眼韩美帽旁边的男子 对面的男子也不敢对视 接着巨海俊走上前去 一声不响地 把韩美帽身上的大衣拿了下来 默默地递给了旁边的宋秀赫 然后脱下了自己的大衣 披在韩美帽的身上 紧接着就搂着韩美帽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回到屋内 巨海俊还是一脸紧绷 面对韩美帽冷得瑟瑟发抖的状况 视若无睹 更没关心问候一下 反对桌面的袋子装了什么东西感兴趣 韩美帽想起 就在几个小时前 自己激情满满地要给对方惊喜 却被对方放了歌 后来因此差点被烧伤不说 还弄了一身诗 此刻巨海俊不但没有歉意 还反过来怀疑他 因此他也不想明说什么 面对巨海俊的不闻不问 于是他就说 我很冷要去洗澡 你要走了吗 这话本来是想提醒巨海俊 自己需要问候及温暖一下 可万万没想到 巨海俊真的站起身来 然后拿起衣服就淡然离去了 面对如此不懂女人心的男人 韩美帽的心一下子落到了谷底 而此时的宋秀赫则想起了 韩美帽在回来的路上 不停地打喷嚏 应该是感冒 于是他赶紧买了些感冒药 给女人送去 韩美帽吃着感冒药 想起两个男人的 不同做事方式 心中一阵迷茫 第二天在上班的时候 韩美帽本想打电话 跟自己的心爱解释清楚 是什么回事 但想起有理由生气的 应该是自己 凭什么要自己先主动解释呢 于是 韩美帽放下了 刚拿起来的手机 可内心却非常渴望 自己的心爱的 能给他打个电话 只要对方打电话过来 不管说什么 他就准备立刻原谅对方 而就在思来想去之时 电话响了 他好像中了3000伏的电机 赶紧拿起手机一看 电话号码 却不是心爱的心情 马上又回到了谷底 晚上 他一个人 他在家一边喝着嫩酒 一边打电话给闺蜜倾诉 闺蜜觉得千错万错 就错在是他先主动表白 男人向来都是 对轻易得来的东西不珍惜的 他听了闺蜜 卧龙凤厨般的分析 在结合自己 确定恋爱关系三个月以来 连吻都没被吻过的情况 相比闺蜜恋爱不到一个星期 就天天搅拌在一起 伤心地挂了电话 可万万没想到 挂了电话后 在翻看手机信息之时 却发现了心爱打来的未接电话 这可让他悔恨死了 还好马上手机又响了起来 没出意料的是 心爱的诚恳地约他出去见面 他迫不及待地赶去约会的地点 去到那又失魂落魄地整理了一番 然后强压内心的狂喜 慢慢地走了过去 接着 俊海俊就拿出了道歉的礼物 就这样 他们兵士前嫌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此时 宋秀赫一把抱起韩美帽就消失了 没想到这一幕 刚好被俊海俊全看见了 自己的女人居然被别的男人抱走了 她的拳头握得格格作响 恨不得把宋秀赫捏得粉碎 但马上两个念头 让她的拳头渐渐松了下来 第一 刚好可以考验一下韩美帽是否水性洋花 第二 现在来个鱼死网破 未必是最佳时机 她决定先忍一忍 而另外一边 宋秀赫直接把韩美帽抱进了自己的家里 放下来二话不说 就脱韩美帽的鞋 接着打了一盘热水 然后脱掉韩美帽的袜子 就给韩美帽热敷了起来 面对如此的服务 韩美帽盛情难却 心中则是五味沉杂 这边的俊海俊 憋着心回到车内 思潮起伏 心中越想 却越是波涛汹涌 她盼望得到韩美帽的情况 哪怕是那么一丁点也好 终于她忍不住了 给韩美帽打了个电话 心里盘算着 只要韩美帽说出半句要支援的话 她就立马冲上去 拼得你死我活 而在另外一边 韩美帽听到袋子里的电话响起 她立刻想站起来走过去接电话 却被宋秀赫以马上就好为由给阻止了 这边的俊海俊终于按耐不住了 她冲出车外 跑进电梯大厅 怒火中烧的 要上去跟他们理论一番 但就在要按下电梯的一刹那 她马上又停止了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她阻止了一次 能阻止两次吗 痛苦的她 此时想起了两次 跟宋秀赫的深层沟通 明明宋秀赫肯定地表示过 对韩美帽没有半点意思 她才行动起来的 而且如今 他们又已经确定了鸳鸯关系 难道曾经的死党 真的就如此的厚颜无耻吗 另外一边 宋秀赫则继续她的热心服务 完全没有半点要停下来的意思 此时 韩美帽发现了旁边的小学邀请韩 勾起了她整整24年的同学情 对孩子的爸爸了 单亲生活实在不易 现在又对自己如此的热心 情深之处 她居然泛弃母爱之情 但没想到这一举动 却把宋秀赫的和盟给激活了 她一把抓住韩美帽的手 竟然深情地表白了 自己撒拉黑的感觉 这可把女人吓得不轻 她什么都顾不上了 鞋袜也不穿了 直接奔回了自己的家里 第二天 宋秀赫不但没有半点亏心 她反而直接跑到医院 把聚海郡约了出来 这一对曾经的难兄难弟 先是四目交战 然后就展开了口吐芬芳的对攻 首先是宋秀赫 摆出了对不起值千金的理由 接着聚海郡毫不客气地回对 她质问宋秀赫 为何出而反而地 硬要抢自己的女人 并警告她 她的陷入将会是一颗炸弹 并三人遇事俱焚 而宋秀赫则再次摆出 对不起值千金的理由 明确地说她可能 非要陷进来不可了 这回配偶权之争 明目地摆上桌面了 结局将会如何呢 这个世界上百万分之一的犯病几率 居然让女人遇上了她的难产 导致羊水栓色 血块进入肺部 造成呼吸衰竭 经过一番紧急的抢救 还是没能把女人给救下来 马上女人的哥哥就找了上门 他疯狂地踹着宋秀赫翻了几个圈 歇斯底里地呼喊着 要宋秀赫赔命 埋怨之声响彻云霄 甚至宋秀赫当众跪下 请求原谅 他也无法排解心头之恨 最后还告诫宋秀赫要持良心做人 以后过太监的生活就好了 不要再伤害别的女人 宋秀赫也是心怀十分愧疚 这种愧疚 让她接着又跪在了自己的死党面前 请求原谅 想起种种往事 他们兄弟俩痛哭地抱成了一团 原来还是在大学的时候 这女人本来是居海俊的女朋友 他们三个是很要好的朋友 经常一起学习街舞 也经常一起喝酒聚餐 但久而久之 女人居然喜欢上了更幽默 及更热心的宋秀赫 而居海俊 为了让女人更幸福 就主动放手了 没想到宋秀赫和女人干柴烈火的 也没做足安全措施 偏要对静果 尝个彻底新鲜的体验之后 女人越想越害怕 但宋秀赫则抱着侥幸心理 一味地安慰女人说 没事的 没事的 就是不采取补救措施 果然 女人担心啥就来啥 很快女人的肚子就出人命了 因为难产 好不容易生出孩子后 就失去了心爱的女人 还让孩子一出生就没了母爱 宋秀赫 没到二十岁的意志 变得非常消沉 她仿佛得为抑郁症一样 经常孩子肚子 饿得在旁边哇哇大哭 她也提不起精神喂奶 幸好总是很够兄弟的 巨海俊及时出现 她不但不记恨宋秀赫 抢了自己的女人 还帮忙给孩子喂奶 并不停地开解 鼓励宋秀赫要振作起来 且给宋秀赫度过难关之招 劝她带着孩子 先去美国跟父母 住一段时间再回来 就这样 宋秀赫才逐渐地走出了阴影 没想到 还真一夜女人哥哥的话 在往后的十三年里 宋秀赫还真没结婚 更没再找女朋友 并且单独抚养着孩子 直到韩美貌的出现 而韩美貌却又是巨海俊女朋友 不知道他们前世有什么仇 事情总是那么巧合 十三年后的宋秀赫 又要抢巨海俊的女人 他们君子动口不动手 硬是要比谁的气场更强大 而巨海俊 还会在一如既往的宽宏大量呢 就在几个月前 他通过网上买二手货 认识了一位很有魅力的男人 初次见面 他就心胸荡漾了 男人阅历丰富 似乎也察觉到了女人的异样 他不识时机地透露了 自己虽然离了婚 但却没有小孩的信息 高东美瞬间就心愿意马了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 他就找各种理由 给男人发信息 而男人似乎也是个 调动情绪的高手 他仿佛看透了女人的心 就是吊着迟迟不回复 等到一回复 就是道歉要请吃饭 紧接着就是摆遍玫瑰梦幻般的公式 这番操作下来 高东美瞬间就沦陷了 从此这男人就让他梦绕魂签 可是男人的目的 却远远不止于此 某天 他趁着天气变冷 赶到了高东美的学校 给高东美送上了条名贵的围巾 还亲自为他戴上 这可把高东美感动得 立马就想托付终身 于是他逛遍了整个首尔的超级商场 好不容易相中了一款 价格五百五十万的手表 宁可每个月要准时还信用贷款 也硬着头皮买了下来 然后迫不及待的把男人约了出来 也亲自给男人戴上 男人当然是春风满面的笑纳了 他们频频的约会 男人也不是时机的频频献殷勤 有一次席间男人要上厕所 此时他忘记戴上的手机响起良久 高东美嫌太吵 就帮忙接了 万万没想到 对方竟然声称是男人的老婆 一番交战下来 高东美不但不相信对方的话 还反而越听 就越觉得对方是在搞欺骗 此时男人回来 慌忙地把电话夺了回来 直接挂了 但没隔几秒 电话又再次响起 男人慌张地干脆把电话给关了 面对如此的怪现象 他也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但没想到再次约会的时候 男人却主动交代自己欺骗了他 其实他是有一儿一女的 前妻之所以不断地骚扰他 是向他索要每个月一百五十万的抚养费 因为业务不顺畅 他已经三个月没付了 之前之所以骗他没孩子 完全是因为自己喜欢他 一番话下来 高东美不但没责怪 而动了恻隐之心 更为之前买东西 向男人磨了三万元的折扣 而深感歉就 很快 高东美就筹到了一个月的抚养费 给男人送去 男人在半推半就之中接纳了 为了表示感激之情 还为高东美唱起了声令之歌 不久 高东美发现 男人送的围巾起了很多毛球 于是直接找到围巾的总店 要求换货 没想到客服一番检查之后 告诉他这围巾是冒牌货 他瞬间压麻呆住了 直到男人的老婆找上门 一桶脏水直泼而下 才让他醍醐灌顶 原来男人连婚都是没离的 这时韩美帽 缓缓地把自己的外套给脱了 接着继续把自己脱到 只剩下最后一层 而宋秀赫也迫不及待地 要把自己洗白白 当他出来的时候 见到地上洒满了衣服 瞬间惊呆了 然后目光缓缓移至床上 韩美帽起伏的躯体 让他心跳加速 由于半想 他还是缓缓地走了过去 他忍不住要干什么了吗 而韩美帽 究竟是真睡还是假睡呢 只见宋秀赫轻轻地伸手过去 拿起被子就给韩美帽盖上 却没料到韩美帽马上一个翻身 反把整个预备 全展示在宋秀赫的面前 宋秀赫心神不定 但他还是忍不住 要给韩美帽盖上被子 而韩美帽则再次掀开被子 这回干脆把傲人的双风 斩露无遗 宋秀赫再次心跳加速 甚至不敢直视 但他还是忍不住 再次给韩美帽盖上被子 此时他出神地 盯着韩美帽的脸看了一会儿 难道要审视什么吗 接着伸手轻轻地 触摸了一下韩美帽的脸庞 却没发现有什么异样 第二天一早 韩美帽就被手机的铃声吵醒了 他懒洋洋地拿起手机接听 一种很熟悉 并很有魅力的男人的声音 传进了他的耳朵 但声音很急促 原来是他的男朋友来电说 已经在他家门口 可按了很久 门铃都不开门 他瞬间来精神了 马上坐了起来 但下一秒 他却猛然察觉到了不熟悉的背影 马上又发现了周边不一样的环境 他赶紧跑到门口 贴着门上的猫眼往外窥视 发现自己的男朋友真的 就在自己的家门前 这个情景差点把他的心脏 都要吓得蹦上天 而这个时候 男朋友也正在不停地追问他 究竟怎么了 究竟有没有什么事呢 为了不让男朋友起疑心 韩美帽赶紧质问男朋友说 为什么一大早就来找他 昨天不是刚刚吵架了 可没想到居海峻立刻就回答说 就是因为昨天吵架 所以才一大早来找他道歉 这种无法反驳的理由 瞬间让韩美貌语色 他既爱又恨 要不是在别的男人的家 他早扑进男朋友的凶大鸡了 但几秒后 他急中生智 聚海峻一听 一个稀松平常的吵架 就要三顾茅庐才能抚平 他祖宗十八代都猛圈了 女人透过门上的猫眼 看到男朋友兴兴地离去 才松了一口气 可紧接着他马上发现了 自己紧紧只穿一件睡衣 吓得他发出了杀猪般的叫声 这叫声把房间里面的男人给惊醒了 宋秀赫急冲冲地跑了出来 要看得究竟 没想到 却马上迎来韩美貌的一连串质问 然后宋秀赫就耐心地给他解析 原来昨晚不知道 他跟男朋友发了什么疯 独自一个人去喝酒 最熏熏地回到家门口就倒下 宋秀赫刚好回来发现了他 本想把他搬进他自己的家里 结果韩美貌说个清楚密码 还吐得惹人一身脏 宋秀赫只好把他搬回自己的家里 韩美貌不罢休 接着质问 最后男人警告女人 知恩不图报也就算了 可家里还有小孩 让他注意点自己的素质 别动不动一大早就大喊大叫了 甚至半夜三更还自己脱衣服 要不是自己倒得高尚 昨晚他早就吃了女人 韩美貌顿时熔岩扫地 突然啪的一声 整个房间突然变得漆黑一片 开始韩美貌以为是宋秀赫跟他开玩笑 但过了一会也不见开灯 他着急的一边呼喊着 一边拍打 而另外一边 宋秀赫周边也是漆黑一片 当他拿起手电筒 要去巡视一下的时候 突然听见远处传来女人的尖叫声 他心一沉 赶紧往着尖叫声跑过去 来到传出声音的房间外 却发现门被反锁了 进不去 大声呼喊之下 也没听见什么动静 这一下他什么都顾不上了 立马破门而入 进到里面竟然发现 韩美貌已经晕倒在地 而身上却压着一副骷髅 宋秀赫赶紧跑过去 抓起骷髅就扔在一旁 接着抱起韩美貌大声呼喊 但韩美貌就是没半点反应 于是他二话不说 连夜请来医生 医生通过听心跳 甚至扒开眼球等一系列的仔细检查后 据说男性面对着漂亮的女性的时候 向来智商都是零的 难道不是吗 面对医生已经如此的暗示了 可宋秀赫就偏偏听不懂 等医生走后 他傻傻地看着昏迷的韩美貌 甚至请到深处之时 还抚摸着韩美貌的头发 而韩美貌就是看不出半点装睡的迹象 难道他要期待些什么吗 宋秀赫看着窗外的大雪 心中泛起了阵阵涟漪 他对着昏迷的韩美貌 告白了隐藏24年的秘密 原来当年演出在关键时刻 宋秀赫没有给韩美貌送上一文 是因为在演出之前 有个起了妒忌之心的女孩 给男孩吃了涂满了西药的苹果 导致宋秀赫在关键时刻 忍不住跑去上厕所 事后宋秀赫一直想要道歉 但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后来知道 韩美貌喜欢便利店里的玩具珠宝盒 于是他硬是通过玩游戏 赢得100个游戏币 换取了珠宝盒 但由于生性腼腆胆小 他一直没有送出去 反而是装了时光胶囊 放在学校里 而当日在要给学生 派送24年前的时光胶囊时 他也是限制品为由收了回来 此刻已经把他们之前 假结婚的戒指放了进去 以纪念他们曾经的缘分 情到深处 宋秀赫流出了痴情泪 他接着告白说 其实还是在小学的时候 他就暗恋女孩了 但由于误会 一别就24年全无音信 他感谢上天给他们重逢的机会 但又急恨上天把韩美貌 安排给了别的男人 可就在此时 他突然发现了韩美貌 额头上的伤痕 然后就出门去了 这个时候 韩美貌睁开了眼睛 其实这一通告白 他每一个字都听在耳里 宋秀赫的每一句话 都让荡漾无比 很快 宋秀赫开门又回来了 韩美貌马上又闭上眼睛 接着 宋秀赫很温柔地 为韩美貌涂伤口 然后沾上止血贴 而韩美貌 则不动声色地享受着一切 韩美貌一脸疲惫地走下车库 准备开车回家 一天的工作已经够他烦心了 却没料到 早有一群吃瓜群众在等候着他 就在此时 宋秀赫出现了 他一把抱住韩美貌 把身后的一连串的鸡蛋垃圾 全挡得干净 韩美貌则吓得像个小绵羊 躺在宋秀赫的凶大机里 而吃瓜群众完全没有停手的意思 有人拿着摄像机 不失时机地在录像 甚至还有人拿起石头就砸 宋秀赫的帅脸马上出现了血迹 这一幕韩美貌看在心里 痛在心头 原来各大媒体平台 爆播了巨大的新闻 当红巨星巨色亚流产了 八卦报道声称是韩美貌害的 而说韩美貌是巨色亚未婚夫金真勋的情妇 金真勋则背着未婚妻与韩美貌偷情 导致巨色亚流产 如此爆炸性的新闻 响彻了街头巷尾 只让吃瓜群众义愤填膺 他们打听清楚韩美貌的行踪 于是就出现了开篇的一幕 宋秀赫把韩美貌送回家 不停地安慰他 还把他的手机给关了 连电视线 网线等等也拔了 让他什么都不要看 也不要听 声称这是最好保护自己的方式 接着宋秀赫就回到公司 把发布谣言的女同事给臭骂一顿 没想到女同事说这是老板的意思 然后他直接找老板问是 怎么能为了公司的利益 违反职业道德 而毁了一个无辜你人的一生呢 平时国家不是老教导我们 要磕守职业道德的吗 可老板却居然说是 刚好逢上巨色亚流产的时间 他们不是故意的 此话一出 宋秀赫犹如五雷轰顶 拿起垃圾桶就砸 老板瞬间惊呆 然后宋秀赫马上就豪言壮语地提出离职 如此性感的表现 也让领导叹为观止 此时韩美貌神色有点不对劲 走着走着 他居然感觉 前面一个很正常的男人要拿刀刺他 吓得他魂飞魄散地蹲在路中不敢动 哪怕是回到办公室 也差点要跌倒的态势 他怎么了 原来就在刚刚 一个凶神恶煞男人抓着他就恶言相向 这阵势 要不是旁边有人拦阻 估计他都要被揍扁了 马上警察也介入了 调查后得知 有个男客户提供的资料是假的 并且还向韩美貌所在的公司 汇了一笔巨款 然后就带着一位女客户销声匿迹了 基于这个女客户的儿子上门闹事 说韩美貌所在的公司 存在受惠及诈骗的行为 现代人找不到 死无对证 可资料是假的 巨款却是真的 已经零摆在桌面 韩美貌他们顿时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下一秒 又有会员闹上门了 喊打喊杀的 要找负责人讨说法 见到韩美貌的出现 好像是找到了发泄对象似的 对着韩美貌 就是一阵炮轰 说他们提供的服务是假的 还雇佣演员及骗子进行诈骗 事实胜于雄辩 他刚取回来的妻子 把他的所有钱 才夹带逃跑 就是最好的证明 就这样 公司的是 给了韩美貌 几乎是摧毁式的打击 这还不算 个人的私事马上又来 因为宋秀赫在网上发表了 关于巨星巨色亚流产事件的澄清 说巨色亚才是第三者 而韩美貌则是受害者 未韩美貌方案的事件 由于在各大媒体 一时激起千层浪 因为巨色亚所在的公司 是韩国最大的经纪公司 而巨色亚出丑闻 会牵涉到多方的利益 很快就有大批脑子进水的铁粉们 在公司门口 要找宋秀赫讨说法 指责支持 情绪难免失控的 直向宋秀赫杂货弹及垃圾 而这一切都被韩美貌看在眼里 他看在眼里 碰在心头 这无疑又给了他当头一棒 面对一连串精神上的折磨 韩美貌刚回到家就扛不住 他觉得天神地转的 就倒在了地上 眼看一分一秒的过去 要是没人搭救的话 也许这个可怜的女人 就要领盒饭去了 幸好阎罗王最近不缺货 此时宋秀赫刚要找韩美貌 聊一下绯闻的事 却开门没人应 打电话也是没人接 他预感大事不好 赶紧叫来物业开门 见到韩美貌倒在地上 只把他吓了三跳 于是他赶紧叫来救护车 把韩美貌送往医院急救 没想到 在韩美貌没有醒来之时 差点爆发了配偶权之争 这让巨海俊 气得浑身上下一片绿 明明自己才是正宫 怎么听起来 自己好像是天使一样 你相信男女之间 有纯正的友谊吗 作为一个男人 什么都可以让 就是自己的女人绝不能让 巨海俊也做出了 一系列的行动进行补救 首先 面对男女因大雪 被困小学的宿舍 他一大早就驱车前往 把韩美貌接回来 然后在韩美貌 备受舆论打击的情况下 他又主动上门 送上滚烫的凶打击 接着 他在百忙中 抽空陪韩美貌看星空 对着韩美貌 又是倒茶 又是披衣的献殷勤 在接韩美貌回家的路上 更是主动牵韩美貌的手 一直把韩美貌送到家门口 即便是这样 巨海俊还是觉得危机来临 于是他要一步到位 直接到达最安全的彼岸 他把韩美貌 他信心满满地以为 韩美貌一定会狂喜接纳 可没想到 韩美貌确实感动得累迁行了 但却拒绝接受他的东西 相比几个月前 韩美貌为他进行准备 撒拉黑之火 而他却轻轻松松地放人家鸽子 还让韩美貌唇干三个月 这简直就是逆天了 因为畏缩于忍让 人家娇气日盛 果然在韩美貌住院的时候 宋秀赫居然猖狂到反客为主了 巨海俊一再要求他 赶紧离开自己的女人 佛也会有气 晚上巨海俊来到宋秀赫的楼下 见到巨海俊一脸体轻地闹上门 宋秀赫顿时也觉得 对方不是好惹的料 于是他就说出了 他认为值千金的话 就这样 巨海俊直接给了他一拳就离去了 这样就挤气了 说这巨海俊究竟是宽宏大量好 还是洛洛好呢 信不过很是体定的事实了 韩美貌比咱们四川的辣妹子 还要拉上百倍 他老喜欢用鞋砸男人的头 砸完还不解恨 还要冲上去跟男人大战三百回合 眼看马上就要上演的大戏 却硬生生地被另一个男人给阻止了 事后宋秀赫追上来 要安慰一番他 他就对宋秀赫吐槽了 原来刚才他是去找自己的朋友 却被前男朋友误以为是他又来找他麻烦了 情急之下还把他拖到一旁 进行动物式的质问 可韩美貌早已经把他忘记了一干二净的了 这就是把他激报的原因 这次是释出有因也就算了 可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拿鞋子砸男人的头 他从头来惊恶地看着女人 却迎来了女人率直的表白 此刻宋秀赫终于不能自我了 他冲上前堵住了韩美貌的嘴 可事后宋秀赫想起了很多 让他觉得最内疚 最对不起的是自己最要好的兄弟 巨海俊 本来韩美貌与巨海俊的鸳鸯之旅 已经步入正轨了 是他硬生生地插进来把事情给搞破了 现在三个人都如此的痛苦 他决定把韩美貌还给自己的兄弟 更不忍心让韩美貌的感情变得如此的紊乱 于是他做出了违背祖宗的决定 他立马辞职 带着自己的私生子远离韩国 飞到美国去了 而另一边 韩美貌因老想见巨海俊说明心事 巨海俊却就是躲起来不给机会 无奈之下 他直接挂了个号 与巨海俊在医务室里见面 离花带雨地提出了分手 当韩美貌得知宋秀赫离职要离开的消息后 顿时五雷轰顶 他马上万米冲刺 跑到宋秀赫的公司找人 却被如实告知 此人确实已经离职 紧接着 他又拨打宋秀赫的电话 却是无法接通 他还是不死心 又跑到宋秀赫的门前 不停地按门铃 甚至拍门 可就是没人开门 晚上 他抱着仅存的一丝希望 去他们经常花钱月下的地方碰碰运气 结果还是找不到人 失魂落魄地坐下来 想起了之前他们争吵的一幕幕 甚至叫宋秀赫滚蛋的情景 由于相思之情难以割断 他每天在宋秀赫的门前 贴一张思念的纸条 可是门前的墙上 差不多都贴满了 也没见人影出现 就在此时 月光小学又寄来了宋秀赫 遗留在学校的一个快递 快递里面装着的 正是宋秀赫24年前 打算送给他的月光宝盒 而宝盒里面 却装着他们曾经假结婚的戒指 这让他的感情更加难以割舍了 甚至门外稍有点响声 他就犹如惊弓之鸟 迫不及待地开门看个究竟 但总是失望而归 宋秀赫拥着韩美帽进入电梯 还心疼地为他喝了会手 正当两人一边乘坐着电梯 一边冲紧着 马上到家就能温馨之时 突然啪的一声 电梯马上一片漆黑 震动了几下 突然停止不动了 他们惊恐之余 宋秀赫立刻走上前 按紧急呼救 韩美帽则害怕地站到了一旁 宋秀赫呼喊了几声 半想过后 还好有人应答 然后宋秀赫立马说清楚情况 那边的监护人员 也答应马上过来检查 可是等了很久 电梯都不见有什么动静 韩美帽有点不耐烦了 宋秀赫只能安慰他们 站了很久累了 于是干脆坐了下来 孤男寡女的 再加上环境漆黑 两人的情愫很快就自长 此时男人一把把女人抱住 然后两人就沉浸在了 二人世界当中 心中则期盼着永远漆黑下去 没想到在另一边的监控室 保安人员根本就没去维修电梯 而是在一旁看大戏 此时 一直暗恋男人的内扎 及男人的儿子 因纵上电梯 也来到了监控室 他们也看到了电梯里的一幕 保安还得意地向他们炫耀说 看到这一幕 仿佛回到了青春 要多看一会儿 但这一幕 却把内扎的妒忆 激起了千层浪 他迫不及待地 要终止这对男女的相拥 多一秒钟也不行 于是他命令似的 催促保安赶紧去修电梯 保安走后 他还恨不得 要把显示器给炸了 第二天 他们又在楼下偶遇 内扎是从小就一心 要嫁给宋秀赫的女人 还曾辛辛苦苦地 帮宋秀赫带大私生子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此时 他带着宋秀赫的私生子 正买菜回来准备做饭 本来没见到韩美貌 他也很难咽下那口气 现在情敌就在眼前 他更没好气 乘坐电梯的时候 他一直向韩美貌 投去挑衅的目光 而韩美貌 有宋秀赫的袒护 也不回避 出电梯后 宋秀赫说 要给回买菜前那扎 然后他们自己做饭就行了 没想到 内扎却算旧长 说孩子是他带大的 再这样 对他就要向宋秀赫的妈妈告状 明摆着要打亲情牌 韩美貌回到家 心里却不淡定了 他担心内扎的一手好菜 把男人的心给抢走了 于是他打开冰箱 搬出一篮子做菜的料 走到对面宋秀赫的家 原来他要跟内扎比试做菜 马上他们就摆好了阵势 巧合的是 他们选择的菜式 都是菜焦洋葱爆炒牛欢喜 开战之前 他们先来个互抛媚眼 争夺气场 然后随着一声哨响 两个女人便开始手起刀落 在砧板上龙飞凤舞了 他们憋足了一口气 这种誓死作战 充满火药味的气氛 只把父子俩看得目瞪口呆 很快 他们就把做好的菜 摆在父子面前 有儿子明语先试吃 但想明语就给出了答案 说喜欢那扎所做的菜 马上那扎就投去了 胜利者鄙视的目光 而韩美貌则差点心肌梗塞 只能抢颜作换 回到家 她越想越不服气 于是忍不住跑去问明语 明语思索半想 就告诉了她原因 原来她的食材都是过时的 宋秀和吃完都在里面吐了 瞬间她压麻呆住了 天下竟有如此巧合 如此尴尬的事情 让这对五年前就离异了的夫妇遇上 正当此时 韩美貌考量再三 决定要买这件衣服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别人之时 可没料到旁边 却伸出了另一只手 旁边站着的男人 竟然是她的前夫 都说冤家已解不已解 可这对小冤家 即便离了婚五年 遇见的时候 还是会彼此血压飙升 接着 韩美貌就摆事实讲道理地说 离婚的时候 她很有风度地放她走 现在轮到前夫 展现身世风度的时候 可没料到前夫 却丝毫不让地说 凭什么每次都是她让 而平天现场 就只有一件这样的衣服 眼看他们就要干起来 旁边的服务员走了过来 了解清楚情况后 到仓库查看 幸亏仓库 还有一件一样的衣服 就这样 他们就买下衣服 装好就出发了 走出商场 韩美貌还不忘补充一句 然后他们就分道扬镳了 能以为事情到此就要结束 可万万没想到 在韩美貌下车的时候 前夫紧跟着 也在后面下了车 他们又在饭店门前相遇了 连开个门 他们都要争 进去的时候 韩美貌也要争着走在前面 前夫也毫不退让 是前夫很没风度嘛 要不然 就是韩美貌 太过于小女人嘛 反正他们过去的是没人知晓 就在要到的时候 他们还不忘扮嘴 没料到下一秒 他们却轻易地发现 与他们相约的 竟然是同一家人 马上他们就彼此醒悟了 原来韩美貌的前夫 竟然是韩美貌男朋友 妹妹的男朋友 他们无奈地坐了下来 然后拿出他们送给孩子的礼物 就是相同的那件衣服 天哪 前后如此尴尬的巧合 恐怕百年也难得一遇了 两人假装不认识 然而两人极不自然的状态 还是很快就被察觉了 韩美貌马上就解释 这个极其扯淡的理由 差点让宋秀赫要刺刀剑红 还好韩美貌马上又解释 事情已经过去了 而前夫为了在女朋友面前保持风度 也没过多的争执 自从这等尴尬的聚餐之后 韩美貌就得了心病 他忐忑不安 不知道宋秀赫及他的家人 知道这层关系会怎么样 他本想和宋秀赫坦白 但每次话到嘴边 就硬是说不出口 无奈之下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跟前夫谈判 想让前夫放弃自己男朋友的妹妹 免得以后整个家族的关系那么沦乱 大家都不开心 没想到前夫告诉他一个残酷的事实 他们一个星期就要结婚 而他和宋秀赫却八字还没一撇 秉承先来后到的原则 也是他要放弃 这让韩美貌彻底东溃 他只好如实地 把自己与前夫的事告诉了宋秀赫 还时刻准备着分手 可没想到宋秀赫却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原来他并不是自己的亲妹妹 只是大家从小一起长大 亲如家人 才与兄妹相称 犹如喜从天降 马上钻进了宋秀赫的凶大鸡 宋秀赫从小就不缺钱 看着已经摆下价值一个亿的钻戒 再加上老天给他的一张帅脸 宋秀赫的信心早已爆棚 为了万无一失 他马上赶回家 铺上红地毯 布置好玫瑰花 甚至还挂上韩美貌不同时期 不同特色的生活照 以表对韩美貌的爱慕 然后把韩美貌请来 一起欣赏为他精心制作的高光时刻 感觉时机差不多了 宋秀赫马上做出最后的攻势 只见他单膝下跪 拿出刚烧了一个亿拿回来的求婚钻戒 这话一出 顿时让宋秀赫祖宗十八代都猛逼了 嫁入豪门 从此平不清云 都不知是多少女人们梦寐以求的事 而他却要求试婚 以人心海底针 韩美貌究竟要打什么牌呢 男人从互补定律 到罗米欧与朱莉议定律 一直讲到基因定律 都没法改变韩美貌的主意 但韩美貌也没有决绝的意思 他一直露着希望的尾巴 不停地用以柔克刚的方式 哄着宋秀赫 眼看已经公道末端 愣是就差那么一点点 为了不前功尽弃 宋秀赫只好将信将疑地 接受了韩美貌的想法 很快 韩美貌就搬过来 跟宋秀赫一起生活了 有时 哪怕在宋秀赫的私生子面前 他也不忘要温馨浪漫一番 甚至为了在狭窄的空间里 独享二人世界 他都把食物搬到了床上去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宋秀赫慢慢发现 韩美貌在生活中很随意 经常是被子与衣服 一锅熟地塞进衣柜 但也有亮点 韩美貌经常会陪着儿子 玩得忘乎所以 这也让宋秀赫感到慰藉 可是韩美貌生活上的短板 还是常常令宋秀赫爆发 某次在车上 韩美貌硬是无端端地 把宋秀赫刚洗干净的爱车 喷得一塌糊涂 然而 这本来是可以避免 因为在上车前 宋秀赫已经一再要求 他在咖啡厅喝完再上车 可韩美貌就是不爱听 这种不愉快 如果偶尔为之 其实也没算啥 但积少成多 会流成河呀 有一次 宋秀赫居然在沙发底下 发现了快半米长的骨头 而这骨头 已经在为小强的繁殖 做出了几天的贡献 这又是韩美貌生活随意所致的 男人是可忍熟不可忍 自然又对着韩美貌开火 可女人是可杀不可辱 他立马就要搬回自己的家里住 尽管宋秀赫说出了绝交性的语言 但韩美貌还是义无反顾地 搬回了自己的家 事后 男人立马意识到包容的重要性 于是他来到韩美貌身边 诚心地道歉 而韩美貌也觉得自己 不应该那么任性 于是他们就达生了和解 就在他们的关系 停滞不前的时候 宋秀赫却发生了车祸 韩美貌去到医院 看到宋秀赫 只露两只眼的浑身包裹 顿时泣不成声 而宋秀赫则在背后看到了一切 原来宋秀赫只是受了轻伤 经过如此生离死别的感受后 他们彼此看清楚了内心 于是在一次朋友的婚宴上 宋秀赫再次捧花旦膝下 跪向韩美貌求婚 可不料 韩美貌还是强行制止了他的行动 韩美貌究竟葫芦里卖什么药 下一秒 却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只见他单膝下跪 反过来向宋秀赫求婚 原来之前 他之所以拒绝宋秀赫的求婚 而要先试婚 他已经确信对方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